超常平时的高平三宝 来到重庆一定要找点好吃的 这个人最喜欢吃火锅了 每回到哪 除了火锅就是串串 火锅串串 除了这两样东西他就不吃 太讨厌了 重庆找吃的 一定不要去什么网红景点啥的 那些东西也都不好吃 咱要就要在这种社区里面 那种店一般在网上也没有名气 所以咱要自己走 自己走路去找 豆花牛肉 小锅68两到三人 中锅98 要不要吃 这个就是重庆的老社区 这边就是新城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差距 差别 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 重庆独有的职业 棒棒军 这个树下做的就是棒棒军 这些拿着棍子就是棒棒军 他们拿着棍子就是在这等活 因为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社区 就是有坡有坎的 那这些居民东西拿不上去 就请他们帮忙拿 帮忙拿东西 他们这个职业在我们当地 就被称为棒棒军 现在棒棒军已经很少了 要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那棒棒军更多 大街小巷全都是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社区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老火锅 不知道味道咋样 我们再转一转 社区里面吃的蛮多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地形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没地方停车 是这样停的 差一颗米的距离 就磕到这个缸子上了 这可以吧 停的停的 技术杠杠的 好了 我们终于挑了这一家了 霸道老火锅 这个尿就自己炒的 这老火锅尿 上面的这个是牛油 尿就摆在这儿 等客人一来 把这个尿就搬上桌子 就可以开吃了 你摸摸妈妈 不是摸摸 那是牛油 你摸摸 妈妈就要吃这点摸摸 那个不是摸摸 大家看这个 妈妈 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素菜呢 这边都是五块 妈妈我要吃摸摸 红汤免费 锅底是免费的 餐位费五块钱 餐位费的五块钱 这边有小吃 妈妈我要吃摸摸 我帮你摸摸 这不是摸摸 那不是摸摸 那不是摸摸 这是摸摸 那是油油不见了 你看 煮下去了 煮下去了 不是摸摸 捞碗用吗 捞碗用 捞碗先捞过来 一二三四五 现在这就是九宫子 哈哈 你以为九宫子是九个味道是吧 对呀 人家这个格子是防止你菜串来串去的 所以放着这个格子 好吗 你想吃九个味道的是吧 我下次给你找一找 有没有九个味道的 妈妈不要吃毛骨 妈妈 我要吃 在这压肠吧 倒下你 这个鸡短 这就是一个套餐 88块钱的套餐 咱这个是单独点的 妈妈 我要吃完 烤火锅拌锅料 人家就这么讲的 重新这边的火锅 先把这个这个下下来吃 你在吃什么 我吃鸡蛋 蛋炒饭 鸡蛋 你最可怜了 你吃个蛋炒饭 88 我最喜欢吃的麻糬 今天是520了 快乐 奇奇快乐 肥牛 很多朋友说 就你这尿啊 这个重重辣 重盐的这些尿 海底都好吃了 鞋底都好吃了 其实 这里面还是有蛮多讲究的 像我们这边的火锅料 香料基本上有好几十味 讲究的一个就是配合 每种香料的配比 饭多了 香味就过了 就会变苦 饭少了 味道又不够 这个就关系到炒尿的师傅 他的手艺啊 技术怎么样了 那火锅店呢也是中餐当中唯一的一个比较好标准化操作的 所以很多明星啊 咱们就很喜欢开火锅店 像最近也倒了一大批火锅店啊 明星开了火锅店 你吃完这火锅你觉得跟跟在你们那边吃的火锅有差别吗 包括海底捞的火锅 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海底就没这个好吃 过点一点都不好吃 太普通了 因为他要符合大众的口味 他就把味道给改淡的 改的比较清淡的 如果你是比较重口味的 或者说 这个地区的人的话 你吃的话它的味道就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 基本上不用调调尿的 不用调尿碗的 调尿碗是对老板的不尊重是吧 老板说你你 你还担心我这个尿碗味道不够浓吗 调尿碗就更改了这个骨骼原味的味道 所以这边的尿碗 你还都不提供辣椒的 就是蒜蒜末这些东西啊 有点香菜 加点汤 我们加点糖 老板说刚才加进来的汤不是什么其他 就是菊花茶 就这个菊花茶到里面了 因为咱们拿来吃的这个点还不是饭点 所以没有其他的客人 你发现没有了 重庆这边虽然是遍地是火锅 但是有火锅店啊 你在地图上搜出来的话 你发现人家都有评价的 就重庆的吃货是真的多吃完还不忘在那个点评上面点评一下这个火锅店怎么样 即使是那种社区火锅店都有点心 哪一家火锅都被找到了 都被他们吃过了 我重庆的吃货是真的不忘了 啊这个猪猪猪脑子可以出出锅了 那豆腐脑一个味道 对啊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吃起来就跟豆腐脑差不多 这个人说的吃火锅要联络感情 就是一边吃一边联络 那是吗 咱们不要把感情联络一下 联络一下联络一下 我对你的爱都在酒里 你看我一饮而尽了 你这里你这是啥 我带你连吃不偏火锅 等你吃够了 你就不想再吃重庆火锅了 不然每次出去老吃火锅 害得我连其他的想吃都吃不到了 咱俩瑞士第一面 在布达拉宫就吃了个火锅 你为我吃啥 我说吃个串串 这个人老是每次出去吃啥 就吃火锅串串 火锅串串这种东西 就害得我现在 我现在我的食谱就只剩火锅串串 我本来看的路上有个好吃的 麻辣烫呀冒菜呀 看了一个是好吃的 我说吃这不行不行 上次在陕北那边 我说吃了一个焖锅 最后那个焖锅确实不好吃 给我骂了一天是吧 从头骂到尾 那就是你要吃这个焖锅 哎呀难吃死了 他的饭都没吃饱 我说我哥爹的串串 那样就被骂了一整天的 所以后面我就不敢做主了 你吃啥做啥 你做主吧 你吃啥你说 你想吃啥吃啥 跟你一块去吃 就免得咱到时候被骂了 万一选了个不好吃的店被骂了 不过上次那个焖锅 那个店是真难吃 真难吃 像我这种不挑食的人 就觉得难吃了 像我这种挑食的 找到一个重庆的小伙子 正确的几个 外味味的 吃饱了没有 哈哈哈哈 我的胃已经穿不住 我的冠冲也不足 吃了整整两个小时 你太能吃了 你我能吃 牛牛牛 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了 这些小朋友们也放学了 我们现在 到重庆市去逛一逛 其实我对重庆不熟啊 很多年了 我一直没怎么在重庆市去转一转 我们在这边发现 只有极少数的人戴了口罩 所以疫情对这边的影响 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四处张望 它就叫打望 哈哈哈哈